哈囉 大家早安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明天早上我起床之後 送柴都是怎麼迎接我的 來了 好 大概就是這樣 哈囉 今天是我要預計回美國的前48小時 我現在要來做PCR的自費篩檢 我的天啊 還是馬上流眼淚 有夠痛的 差超深 but for everybody's safety 對我的行李還有興趣的女生 好玩嗎 首先呢是這箱 這箱是我新收到的箱子 是George Jensen的 我一直很想要 感謝他們贊助我 然後上面有我名字的縮寫 然後打開 這邊呢就是一些我比較冬天的衣服 就是用的空間 塞一些口罩 這是帽梯啊 血壓劑什麼的 這邊 就是所有的防疫的工具 一些口罩跟酒精 然後還有一些調味料 跟保溫杯 還有我的頭痛藥 這邊是我另外的箱子 這邊就是因為我這次還是一樣 會過近LA幾天 所以這箱就是我主要 在大表姐家那個禮拜會用的東西 就是一些夏天的衣服 然後 襪子 跟內褲 然後這邊就是一些 比較雜物的東西 給大表姐的伴手禮啊 然後 我的一些配件跟保健品 還有一些我的小包包跟帽子 還是每個地方都有想辦法 是戴一些口罩這樣 再來 就是這箱 這箱比較無聊 這箱就是 有更多冬天的衣服 然後吹風機 還有鞋子放在這裡 大概就這樣 這就是我的三大箱行李 然後這次呢 我知道我這個時間點回去 很像是好像要逃難回去打疫苗有沒有 但其實不是 我大概半年前就已經決定是這個時候 要回去 然後兩個多月前就訂機票了 就是今天的日期 當然我疫苗也會在那邊打 但是完全不是可以的 我本來訂的是華航 但是因為華航現在因為他們 疫情的關係 這個月幾乎都沒有載客 他們就把我轉到長榮去 所以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搭長榮的長城線 我也很期待 我們待會就機場見 你會想我嗎 你會想我嗎 你會吧 會吧 會吧 他的玩具箱在這邊 他每次就來這邊 決定他要搖什麼跟我們玩 好嘞 好嘞 猜拳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沒有把障礙移開 他也不會想辦法過去 就是你要把它推開 他才會出發 然後 咬了也沒有一定要咬回來 他就這樣帶到他的陽台去 就是 I don't know 猜拳 you know 掰掰 你要乖乖喔 要聽媽媽話喔 過來 乖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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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你 等到機場了 我現在發燒了 是靠北的喔 今天要有大家嘗嘍 對 洛山雞 好熱 全身都是汗 機場人好多喔 跟去年真的無法相比 嗨 跟鏡頭說嗨 嗨 天啊 你就要這樣回去 平常都是他們來送機 現在只能用這種方式送 今天是6點45分在C6門 67排A位靠窗位 好 三件行李 對優先掛牌有給你了 好 不好意思久等了 謝謝不會謝謝辛苦了喔 經過一班波折 到我第一張長榮航空 藏服的登記鎮 我看到滑航 他們就是6月中的 以前的載客航班都取消 所以櫃台都空著 直接沒開 我就是苦足之一 OK 我們過完安檢了 我們現在要朝 導演機場的C賽移動 陌生的C賽 因為我之前都是大法 所以都在另外一頭 然後因為我在長榮航空 這邊是個賤名 我連長榮的會員卡都沒有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貴賓室可以去 那我們現在就去找個 人比較少的地方 坐著休息一下 走 來買個麥當勞 好 這是我第一次走進長榮777的客船 而且配置居然是333 因為我好像是343 這樣子 果然是五星級航空公司 我以為整個額頭都很悍 很多狼狽 機航燈光小小小型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華航的機器 就是他們那個客船的燈光 雖然他看起來很美 但是其實每次上去 都覺得都會貼音 然後很暗 會讓人有點不舒服 然後就是 中規中學的老房公司 相對的我覺得其實是 舒服的 好的 各位先生們 從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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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間 地球 不然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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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